建议 网传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痛批刀狼新歌罗刹海誓诗文化垃圾后 在全网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虽说有少部分人支持李双江 但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刀狼的 甚至有的怀疑李双江是在故意蹭热度 可让人无法想象的是 关于李双江批评刀狼及新歌罗刹海誓一誓 在网上根本就找不到出处 要采访没有采访 要来源也没有来源 无从考证 一片空白 后来才发现是一些无良自媒体为了博人眼球 骗取流量 造谣编故事 说得好像李双江真的批评过刀狼新歌 然后一传时时传百百传千 甚至有些自媒体还添油加醋 在谣言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编 除此之外 包括一些作用百万级粉丝量的大V 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 加入到了造谣的队伍 带头对李双江进行网报 而我们都知道 李双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 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 可以说唱了大半辈子的歌 在歌坛享有极有的地位 只可惜他有一个非常不争气的儿子李天一 十多年前因为交通事故打人被拘留教养了一年 那个时候就已经给李双江形象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 本以为李天一经过此事后会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但万万没想到的就是 放出来后没过多久的时间 就犯下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 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直到几个月前才行满释放 如此一来 李双江几十年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好口碑 全都被儿子李天一给毁于一旦 成了他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耻辱 那么结合以上这些信息 就足以明白网友宁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无 哪怕明明知道李双江从未批评过刀狼 也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讲白了就是看不惯李双江 需要找一个情绪的发泄口 事实上 李双江和刀狼不可能存在任何交集 一方面是双方面龄差大 也没有过合作 另一方面是各自的音乐领域不同 李双江走的是传统声乐路线 而刀狼是典型的民间流行音乐路线 两者根本就不搭嘎 还有就是 李双江早已退出歌坛很久了 这些年几乎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 那么试想一下 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 更别提去批评刀狼的新歌 逻辑上就讲不通 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称 李双江很有可能是被人给故意针对了 而那些造聊的自媒体极有可能收了钱 去故意抹黑李双江 目的就是想要引起上透的注意 从而取消掉他的退休待遇 因为此前网上就传闻李双江退休后 每个月的退休金就高达三万 当时就让很多人眼红不已 纷纷抱怨不公 而现在经过此事后 有不少网友就借此机会乱带节奏 除了斥责李双江以老卖老 故作圣人以外 那就拿他的退休金打主意 对其 念函认为李双江每个月有没有三万块钱的退休金 暂时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这明明跟批评刀狼新歌是无关的 为何要把退休金给扯进来 其实目的就是一种威胁 就好比最近一段时间 很多退休的老人自驾旅行 在外面胡作非为 以老卖老 就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指责 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取消退休金 那么这些低素质的退休老人就不会如此嚣张跋扈了 罗刹海誓这首歌的意外走红 刀狼又重新回归到大众的视野中来 网大里说是草根和传统音乐圈层的话语权之争 再网深了说 是人数较少的精英群体 和庞大大众文化的普通群体之间关于话语权的争夺 今时今律 群众已经厌返了被少数抱团的所谓文艺精英群体牵着鼻子走了 我们爱刀狼 因为他的歌唱 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心声 都这么多年 他又怎么会在意这些纷纷扰扰 争夺的也只是利益而已 当年 读小学的时候 听哥哥天天播他的歌 既然精英意味着就不可能全民普及 但一首歌能火 能唱到别人的心里去 这么多年还被念念不忘 还是得承认厉害 面对众多的纷纷扰扰 刀狼也是终于现身了 从近照上来看 刀狼苍老了不少 整个人也非常憔悴 应该是太多的流言蜚语 让他有些疲于应付吧 当然了 烦心的是 还不止这些 他的歌曲 还在某些音乐平台下架了 虽然官方的说法是音乐版权的问题 但是不是这么回事 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刀狼 有网友称 作为一名女性 再看歌词 真的会感到生理性厌恶和害怕 描写太逼真了 怪不得能戳中诸多男性美心 这不就是醉酒版方投名的真实写照吗 代入以下真的很窒息 怎么说呢 音乐曲像跟每个人的出身 经历 眼界认知都是密切相关的 有时候喜欢一种音乐 要么你的生活离他足够近 要么离他足够远 比如王健林和罗大佑 纳寅出道后唱西北风 他应该唱得够够的了 他离这种音乐恰恰不近也不远 高小松欣赏 曾益可不喜欢刀狼 这都很正常 这么一首歌被解读成骂当年批评过他的人 我认为这才是贬低刀狼的音乐 除非人家就要这么炒作 毕竟刀狼翻唱的新疆好吐鲁翻的葡萄薯了 等等老歌 简直就是救活了这些老歌好吗 救活了时光难了不起的创作 以前官腔官调唱的真的没法听 不过刀狼自己写的歌我觉得一般般 就是喜欢他唱法和声音 李健之前参加中国好声音时候 有次力挺刀狼 我觉得是有特殊意义的 特别是在旁边还有人打岔 他依然坚持在这节目里为刀狼证明 不过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李健和谭永明 王峰那鹰也都是朋友 与其说刀狼今时今日还记挂着要去讽刺那鹰 杨坤 那也太小看了刀狼 他没有这么小气 以他今时今日的生活 也真没有必要在江湖树敌 当初的江湖恩怨 大家各走一边 在圈子里并无太多交集 刀狼后来的沉寂 多半与他的个性和音乐追求有关 对刀狼人生的书里 让我明白了刀狼的魅力 一半是天赋 一半是命运 像当年 我也是喜欢听2002年的第一场雪 刀狼的声音太抓人了 歌词虽然粗糙 但情感真挚 可是这首歌对我来说只是臭豆腐一样的存在 我偶尔会吃 但不会说我喜欢 是啊 对刀狼的态度 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切口呀 童年为了避暑去景区过暑假的路上 循环播放刀狼的所有歌 他的歌很适合公路旅行的时候听 苍凉的戈壁 辽阔的草原 广袤无际的赛里木湖 都因为他的歌变得生动起来 能够在当年让那么多名人歌星赞美和认可 并且有不少人 力排终于力挺他 说明刀狼的音乐价值 绝非贬低者眼里那么低级 当然我觉得不是刀狼要故意搞擦边 而是这就是他对于男性情感的一种毫不修饰的表达方式 可惜刀狼没有遇到一个作词厉害的 人物成就他的音乐到更高的境界 他的曲风真的很独特 2002年的第一场雪过了20年 曲风依然独具一格 令人震聋发聩